欢迎各位来到家国生活会,晚上11点至12点在FM105.9广播 直播西议员有我们的嘉宾彭键威议员 Michael,我们正在讲到哪里? 是的,我们上半节讲到,经过博星的封城之后 安省政府有没有计划,万一出来的效果不能够达到预期 在这个时间,已经有没有一个下部计划 部署着万一28日之后,效果不达到理想 如何做呢?彭键威议 其实我们已经讲了一件事 如果北部,我们现在封14日 安省南部,我们会封28日 其实在这两个节目里,我们每一个星期 都会重新评估一下实际情况 因为当你封城的时候,我们相信仍然会继续 或者是有一定数量的案例会出现 我们就要针对究竟那些案例会出现 例如我们之前封城的时候,我们特别针对哪些呢? 我们特别针对那些需要长期留下,人有互动 戴不到口罩的地方 例如健身房,吃餐的餐馆 我们将它限制在某些人数方面管制 在未来这两个或者四个星期里 我们会重新去審试一下究竟那些案例会出现 如果我们不看到那些案例会出现 我告诉你,四个星期之后 再封某些行业 其实对某些行业来说是不公平的 我现在这么说,我也想给你们了解一下 有些时候我们开会很多时候都是最终的 一谈好,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就这样出了 就立刻拨除立刻出了,为什么呢? 有时候会影响股市的 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会随意说 我们已经有什么计划了 就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们不行的 因为其实我们 我们从日一到现在 我们都说,我们要看数据 是吧?我们要看数据 因为这些数据,譬如说 对某些行业 甚至是重要的 它究竟在这个行业里面 爆了什么出来 我们在这一刻,我们还未知道 是吧?我们还未知道 所以,你告诉我 我现在给你一个什么计划 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 如果我要负责任的 我只能看到哪些行业 譬如说,哦,原来 所有行业都没有事 全部都是私人聚会 那我们就天天要 那些市场拜托就出去 尋一下,看哪一家人 门口多过四辆车 是不是? 要看看究竟 这个处境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处境的话 我们随便说 我们有什么计划呢? 比较冒险 但是,每一样 我们看了数据之后 我们就向那边去走 但是,在这次防范疫情的时候 有些人批评就是说 在执法方面不严 对来说 刚刚很多市长都投诉 在过去周围仍然有人开派对 仍然有人聚会 都试疫情不顾的话 即是反之 令到疫情难以控制的话 其实,无论是省府也好 市府也好 地方政府也在执行方面不够严格 你怎么看这个派对 你执法这件事呢 其实是很敏感的 你都可能在社交团体里面 看到有一些商户 都收到计划 他就反映到他多么悲惨 我看完 我也觉得很悲惨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 我会比较难接受 就是继续开派对的人 多一些 因为那些 就真的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对不对? 你说商户 执法人员去给他一张罚单 对商户来说 一罚就说几百元 是一个很重的成本 我也绝对明白 所以,两方面 第一就是执法人员 执法人员有分两批 就是警方和市政人员 你都明白 警方有优先项目的 可能现在我就没有特别去跟进 譬如整个月黑区有多少人 专业出来抄牌 抄这些牌 但其实我也跟过警方去做一天巡邻 其实巡邻那次就知道 其实是很重的 有一个案子出现 起码有两个PC 然后就有一个执法人员 一去就不好意思 起码有两个小时 然后执法人员就有下一个案子 我只是跟他们跟了一朝四个小时 三个个案的执法人员 已经执法了四个小时 然后那里就有六个警察 你要想一下那次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怀疑家庭暴力 一个就是心脏病发 一个就是一些家庭里面的冲突 都要放在警察里面 因为警察一旦离开了那个家 他就要拿搜查令才能回到 但是在行动的时候 我们说 为什么这些警察 这么小警察 其实不是小警察 但问题就是 一旦有个案子 其实每一天 这就是 routine 这些是不能上报纸的 是吧? 这些是不能上报纸的 但问题就是这样 每一天就是这样行动 那副例执法员也是 是不是? 那一枝树下来 他又要找个人放在那里 那变了你说他要抄牌 所以有时候我就想 如果隔壁链石 看到隔壁开派对 有没有召唤 有没有拍照 有没有拍照 就是木链关系又出现问题 所以其实你会发觉 很多东西都有很多张力 有时候我开车 我都会出去工作的时候 或者去买些购物的时候 我都看到有些 在我自己的小区里面 门口拍了20架车 除了开派对 我都想不到其他东西 那应不应该要举报他呢? 我都很质够 所以你说执法严不严 两体 派到计券的都已经派了 那问题就是 你有多少人出去派 是啊 牌议员也都有 Alex请你问 请你过去 Alex 是 我有两个大题目 希望彭议员可以回答 一个呢 包括是飞行 一个呢 包括是居住 最主要呢 我发觉就是 工作从家 其实有很大的改变 那第一件事 工作从家 很多人 我不敢说 数字是怎样的 但大部分企业呢 现在差不多 就已经是可以 有七八十个百分比的 行动 可以工作从家 除了一些是 敏感一点的 要见客户 什么呢 还有呢 就不希望家人看到 一些很尊重的 资源 之类 那就要回到办公室 那基本上呢 就不用去 下班上班的 所以 在那个 早上 上班的 区域 和 那些高区域 可能相对来说 会减 我不敢说 减一半 一定肯定有减的 那其实在一个大方向 这一件事 你们已经有没有 是有人开始 展开一个 研究 应该怎么部署 和那些公司的意识 有没有 和你们谈过 他可能有一半人 不会再做 商业租资 在下班 那怎么处理 那当然那些去到市场 但是 转租资源 要想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居住 那东西的房子 甚至乎是 COVID 由年头到年底 升了27% 那些价钱 那些交投量 和去年 都是有往性的 所以 因为在低利率 和大家 没什么做 没什么做 就找投资 那搞到市场 就相当 漲旺前景的 投资率是低的 那我想问 那因为在房子的政策 在政府的立场 就希望 就是 就是更多家庭 更多选择 对 标108也是这么说 标66 已经就说 要个green belt 就可能部分地拿出来 结果就是 转租资源 不做的那样东西 去到108 有个park dedication 原本是分开了 就是不需要有park dedication 那我相信是针对成本 帮他成本 帮他成本 希望他起得好些 起得快些 但是又回到 到最后 标229 那就是说 如果有trca 那些conservatory authority 有些什么需要 developer做的时候 他可以由个minister 做一个minister 宋令 Order bypass 就是trca 的recommendation 的medication 按照这个环保的环节 那同时 如果有些什么人 是对于 trca 需要的medication 的risk 是不满意 可以去 alpat 就是local appeal 那这些情况 就其实 种种迹象 就是说 安省保守党政府 是希望 是想多些developer facility 做developm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jeopardize 了些环保的问题 which 就是很多国民 都很需要 那两个问题 transportation 是work from home 少了loading 和居住 对于facility 的developm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就对环保 可能有些冲击 你可不可以回答 这两个大问题 你好 Mill Ben Ben 你开回去 开麦一杯 好 不好意思 彭仪 我都有两个问题 总希望留下 一两分钟 达到我另外的两个问题 ok transportation 在COVID之前 你会 还记得 我们这个 东南西北的 地铁扩展计划 是吧 那这个 我们会觉得 我们仍然会 主力去推动 原因很简单 因为 afterCOVID 你可以想像回 那些东西回到 normal 就是不是new normal 会回到 normal 很简单 举一个例子 今年三月封城 我还要下去 去Downtown省议会 开会的时候 在我家 去Downtown 平时 before COVID 如果七点钟之后开车 一个半钟头 COVID 封城期间 28分钟 你可以想像到 那个差距 现在 Post COVID 即是现在叫中后期 自从summer之后 我回到省议会 或者在省议会 回到家 都已经有经常性的 塞车状况 你可以就明白到 其实 这个所谓的 无论是housing 或者是transportation 现在可能是比较用的人士 比较少 但是到一个地步 回复回所有正常的状况之下 这个情况 是会回到 Post COVID 这个我们已经 不难看得到 另外 商界都给我们 一个很清楚的信号 我们只是看到香港 估计会有 未来三年 会有10万人 过来加拿大 而不少人 会过来安省 甚至有人 预计是入约克区的 所以housing的供应量 是必须要增加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在这个法案里面 我们就说 所有的MZO Minister Zoning 就是这个 Zoning Order 是的 Zoning Order 都是由市政府开始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尊重 Local的代表 是不是 就是 譬如举个例子 Markham 也有些议员 会反对这个MZO 我说你不要紧要的 我说你就是在市政府里面 投反对票 那里建不成了 那你就成功了 是不是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有些市 他们希望发展 他们希望发展 多些 譬如 店家房屋 可承担房屋 是不是 他们有些市场 希望发展 那为什么你要阻止它呢 那 刚才你也提过 其实我们Green Bay 是完全不会斗的 是no flight zone 已经说得很清楚 我们是完全不会斗的 我们 斗的 就只是 会由市政府 开始 由他们进行 我们不会自己 开始说 哇 我们觉得这块地好 丢个MZO 我们不会的 一定是 所以Pickering那宗 你是City of Pickering Inition 是吗 明白 是由City 它是Pickering 它是Kick In 我们看过 没有踏Green Bay OK 他们自己抗收了 现在问题是 反对的是旁边的City 反对旁边的City 有时候他们自己搞定 他们自己都没关系 但问题是 我们都要尊重 本地 那个 被选出来的代表 他们的期待 对吗 所以我们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MZO 第一个条件 就是一定要由民主党去开始 明白 Billy 我想Clarify 我想Clarify 一样东西 不是 我想Clarify 一样东西 因为那个 就是Work from Home 那样东西 其实我还是 就是Work from Bank 我们意识到 可能那样东西会发生 其实Toronto 除了五大银行 还有很多 Stockbrookage 甚至乎 那些 Mining Company Cooperation 其实Operation 真的可以很多 Work from Home 而且一些 Executive 都已经交易了 这件事 最重要 它是more efficient Operate Virtually 是more efficient 因为我们摘取了 那些製作性 反而还做多了 我发觉 其实是 但是我想说 就是 Work from Home 那样东西 是可能会发生的 而且会影响 Downtown Toronto 那个commercial rental 其实Billy 你说的 会恢复现象 我可能是短期 因为还有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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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的搜索 不会这么快 但是长线来说 那样东西 我觉得是必须做 但是你们 有没有Broad of Trade 跟你们谈过 说他们的意向是怎么样 还是你暂时还没有谈 一直在谈 但是就没有一个具体落实的决定 明白 最主要你要留意到 好像你刚才所说的 你要记住一件事 Work from Home 是特别是针对那些商业的 商业的住宅 不是 商业的楼宇 商业的建筑 但是 其实 我来了20年 加拿大 我从来都不觉得 商业的建筑物 是一些可投资的物业 来的 就是从来都是 是虚的 我看到很多都是虚的 所以其实 我们会一直留意到 譬如说我们 发展这些都不是说商业方面 是说住宅 因为 你一要来到加拿大 你没办法 你都要找地方住 是吗 好 林哥请你过去 OK 其实两个很简单的问题 一个就是 总体的Infrastructure 另一个就是 安省和美国的贸易关系 为什么说两个问题呢 第一个 我详细分析一下 就是说 政府放了 一千八百多亿 落所国民的 联邦政府放了一千八百多亿 落所国民的口袋 那我们安省政府 有没有 as a leading role 去提倡一些基建的东西 带头 让每个人有功 而善用了 只是好过一班人 坐在家里不做事 在建筑行业 可不可以做一些事情出来 令到Infrastructure 在这个时候 可以多一些做出来 因为迎接未来商业 回复往往的繁密的时候 可不可以做到事情 比如修调保路 安省政府是否做到事情 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的Long Term Care System 真是遂用了千瘡百孔了 到底我们可以做多少 这个时候 是不是千瘡百孔 里面做些事情呢 还有到这一刻 我们都没有清楚知道 所有其实在安省 operate的Long Term Care 背后的老闆是什么人 到底为什么我们 不可以刑事起诉一些 这班老闆 他们这么疏忽了老人家 要由我们省府 接受这个报告 去资助他们 而这班人 很早就知道 因为我本人 是曾经很深入 研究过很多Long Term Care的人 背后也都知道 这些老闆 真是召唤回学了 你拿了你安省联邦 和安省福利之后 他们在分析之类的 这些情形怎么会发生呢 这个第一个问题 就是Infrastructure 包括健康 医疗 我们在说 做这么多事情 都可以令到医疗 系统可以接受到 为什么我们不将其中 4.5亿或者5亿的钱 带到医疗系统 改变了这两个东西 当下一次COVID-22来的时候 我们迎接到呢 我们是不是害怕呢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美国会换政府了 那我们安省和美国的贸易 美国的经济可能 起飞比加拿大 因为美国人 美国本身 他们那种 接受的能力很高 他们也很弹性 美国的经济 很有可能 它的进展快 我们安省 我们安省政府 现在有没有准备 另一套计划 和美国的新上任的政府 接规 然后之后 可以 在出口去美国方面 能够做一些事情呢 首先说 Infrastructure 刚才已经提过了 地铁 是吧 其实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高路 在部署 以及现在 其实正在进行维修 和建筑 特别是北部 因为我们 无论是旅游厅 或者是运输厅 我们都在携手地合作 因为我们都知道 加拿大的景点 暂时都只有这么多 其实我们是希望 建立一些新的景点 在北边 让大家可以去的 所以在高路方面 我们已经有多条高路 已经部署 甚至是已经在开工了 现在 在说我们这个 东南西北 抗展的地铁 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大的 地铁 那里无论是经济 部署未来的经济 和聘用人手 人工人 那方面 都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其实 这两个最大的项目 大家都已经可以留心到 而且你会留意到 譬如我们 将高春电气化 这是一个环保计划 亦是一个 Efficient的计划 亦是一个 省钱的计划 以及去到 马克勤云林ville 这个站 一直下去 下跌会有商轨 其实这些 垃圾架 一直这样加下去 其实我们是在部署 因为最主要 就是有人都问 这次 疫情 安省洗得这么大 会不会加税 那你会留意到 我们今年的秋季财政预算案 不单止没有加税 是在减少税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希望 透过加税 去令到三文百上加筋 而我们希望 能够透过基建 去创造更加多的职业机会 部署好将来 摆好了基础 到经济要起飞的时候 交通在这里 不要那么多拾车 大家上班的时间 不需要那么长 去提升 那些质量 这些我们全部都已经 变成了 至于长期医療 你会记得 我们一上任之后 一年 去年夏季 我们 收拾了之后 就多加了一个长期护理厅 为什么呢 我们就看到一堂烂东西 整个废墟 整个长期医療 那审计总长 摆了出来 就说过去 就是最后那八年 前政府自由党 起了六百多个床位 620多个长期医療 起了610多张 一个都分不了 就是一张床 怎么办呢 那所以 你会记得 早一阵子 大约是新马到 我们已经宣布了 我们和两个医院联网 合作 我们希望在明年 我们现在开工了 在明年年底 我们会增加1280个床位 那已经是用一年的时间 重复了他们八年做的事情 然后呢 在未来2024、25年之前 我们每一年会放19亿 长期医療 一路开新床 一路开新床 我们是一个相当之 进取的计划 我们说我们希望 我们在十年之内 增加3万个长期医療 的床位 明白 我想在这里 就是follow up question 因为长期医療 似乎在疫情的时候 大家提出了 它是去到1970年 72年的standard 很多 有三分之一 还有政府管理的长期医療 比医療的长期医療 好很多 也比政府更好 其实长期医療的政策 你们的计划 已经开始了吗 还有没有一些目标 或者有些 运动 你们预计是会发生的吗 其实这个计划 由去年冬天已经开始了 我们去年冬天已经开始了计划 开始了咨询业界 因为我2018年上任的时候 很多长期医療的 PSW、管理员、管理员 已经逐个省议员来谈 想我们看到和改善这个情况 所以你刚才说的 有些医療的管理 我们已经投资了7.6100万 去装修其中的74间户路院 主要原因就是 好像你这么说 有些是70年代之前的standard 我们要改善它 是吧 有些四人房 我们要把它转成两人房 将将来有什么新的感染率 将它降低 这些全部都已经到位了 所以你会再听到 我们有一个新的宣布 就是我们希望 未来这五年里 我们庆祝多27,000个PSW 等更多人就要 无论是将它培训 希望有更多人入职 还有比如这段时间 我们加他每个中时的人工 我们希望这个这么进取的计划 希望能够帮到 无论是家务助理 上门的 或者是在长期医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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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全时间 不需要到处走的人更多 因为现在全都是到处走的 其实我们都已经听到很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系统 今早早去做一个 Hour Service 在A Room 即是A House 然后中间就要丢空几个小时 然后下午去做2个小时的C House 然后中间要駕駛 一个几两个小时的车 议员 在我们的时间所限 我希望利用节目的尾声 讲讲疫苗的问题 因为疫苗是大家都关心的 就是说 希望疫苗真的可以将疫症压下来 现在疫苗方面 安省方面有什么部署呢 因为疫苗陆续来的时候 我们安省如何分发疫苗 如何接种呢 同时因为说 关于疫苗的时候 已经见到市民 或者民众 就说 未必真的会打疫苗 因为怕有其他负重等等的事情 但如果疫苗是不打 或者有限制使用的话 就限制所谓的功效 令疫情很难压力 对这方面 对疫苗的问题 彭议员的看法如何呢 以及 政府有什么措施呢 本身我们安省已经定了三个阶段 去做接种工作了 现在第一个阶段已经开始了 第一个阶段就是说 那些在封了城 即是之前那几个严重区域里面 他们那些的职业 那些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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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打了一批 因为那些高危 那我们完成了这一批之后 我们会看到疫苗会陆续进来 然后就会延伸到所有的职业 所有的职业 所有的长期的家庭 职业 即是退休的人士 即是第二届 第二梯队的高危人士 那些应该要等到明年年初了 但到明年年初 可能是春季或者夏季 应该就会有大规模的疫苗进入 那当有足够的剂量的时候 全省的省民都可以来接种 主要就是分成这三个不同的阶段 那为什么我们会找退休将军Hillian 他来做呢? 因为他是行军的 他习惯了调配资源 他有那个经验和能力去调配资源 所以我们就由他去领导整个的小组 配合一些专家 如何来运送疫苗 所以那个小组就是这样 至于你说会不会有人怀疑呢? 其实在社区里面当然 每一样东西都有阴谋论 是不是? 连打感冒针都有阴谋论 对我来说 我说个笑话给大家听 虽然不是很好笑 政府的医疗专家没有这次疫情 我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我 他是个隐藏 我们是个隐藏 我只知道他的名称 然后知道他的报告而已 那外面那些人 经常都传说 Billy 你一定要看 这些专家说 这些专家说 我听过这么多的听证会 他那些专家我一次都没有见过 即是公司 如果他敢来接触我们的 我应该有机会听 但我听到的机会是零 没有这些专家来过我面前 所以我专专去问一些我认识的医生 他本身也是我自己的医生 我认识了20年了 我全家人的健康都是他要照顾的 他对疫苗也很熟 他将整个疫苗的发展和我上了一堂 然后他告诉我 没问题的 有得打就打 专家你可以不相信 街外的人不相信 这个跟踪我20年的医生 我觉得我要相信他 这个就是我的选择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我去看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要做判断 也要懂得做判断 是 在这段时间的时候 我想听一下Alex或者Ben哥 对你今次安省应付业庭里面 从民众和市府和企业家或者Alex 你作为一个万金市居民的话 怎样看过去一年 我们疫情年呢 Ben哥先说 其实疫情年是一个难堪的地方 也是一个机会 也是我觉得每一个危一个机 那怎样可以利用今次疫情 了解到自己的强点和弱点 了解自己 知己知彼百战百性 然后用好的心态 去迎接下一个年度发生的事 怨天怨地 而且说等着运到的人 不好意思 这个运是不会经过你门头 这个运是会经过你 对面街道走鬼了 那麻烦大家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我过去这十个月 我未曾接过一日工 好像Billy 我每天都在返工 每天都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 12个小时 做足十个月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心态 我相信 你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大家是会感到的 很难关 阿力你呢 我其实听完彭议员说 虽然我认识他也有一段日子 我发觉原来他背后 他们是要做那么多事情 我虽然以前都知道了 但是他今天具体 不止跟我介绍 甚至乎听众 就可以有个很具体的想法 其实很多选择 就是很多方面的平衡 我觉得应该跟Billy说一声 多谢 辛苦了 彭议员已经没有放假很久了 今天圣诞节彭议员都没有假放 但是也希望彭议员 利用你有很有限的假期时间 陪你家人到一个美好的圣诞节 加油加油 OK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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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拜拜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拜拜